近日,江西省南昌市首个人脸识别智能垃圾屋在东湖区彭佳桥街道光明社区设立并投入使用。 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居民只需要在垃圾分类箱前站上几秒钟,完成刷脸程序后对投放者身份进行识别,再选择投放按钮类别,便可对多种垃圾进行同时投放。 居民在将垃圾投放后,会由社区管理员随时对居民投放的垃圾进行询检和评分,并将数据及时上传至云管理平台。 每一个用户的一个名下可以登记五个人脸,相当于每家每妇从老人小孩跟用户一起,一家人都可以实现一个人脸识别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一个源头,有一个后台,我们通过电脑APP端或者电脑端PC端都可以查到这个用户什么时候投放的,投放的数量,种类,还有重量。 人们就是说这个是谁丢的垃圾,您这里都能查得到? 都能查得到,从通过后台都能看得到。 据介绍,居民通过凭借垃圾分类的正确率和在二次巡检中的较好表现,获得一定量的积分后,可以在社区全自动无人售货机, 商盟,线上商城等地进行礼品的兑换,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扩大垃圾分类残雨棉,使垃圾分类有动力。 第一,这个东西让老人小孩都会用吧,反正在,让环境更卫生了,对大家健康也好了, 我们那个湿垃圾干垃圾大家都要分类去进行处理,我们应该都要做到,从我做起。 据了解,南昌市东湖区还有计划陆续在辖区内的15个社区投放类似的刷脸垃圾物。